中国的几十年财富的创造 是来自于什么东西 来自于仿冒 来自于复制 来自于大量的人口红利 所以我们从来不认为 台湾是个小国 因为台湾本身 有非常强大的演算能力 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节目里讲说 未来算力就等于国力 台湾能够今天在整个世界上 能够扬眉吐气 就是因为我们有半导体 我们有这个算力 我们今天怎样 今天这个所谓的 AI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的 这个时刻 AI曼哈顿这个状况 都一样 都在追求一个新的算力 而这个东西 对台湾来讲至关重要 而且现在美国看起来 真的要全面封锁 不但全面封锁 我刚刚讲到 也要就像你一直在讲的 最严重的就是 取消罪惠国待遇 对 从经济上来讲的话 用国家的力量 去改变游戏规则 那就是美中关系里面 最重要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美国给予中国的 罪惠国待遇 第二点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很早就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算力等于国力 对 所以我们从来不认为 台湾是个小国 因为台湾本身 有非常强大的演算能力 而尤其演算能力的基础 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半导体 在先进的 在我们所谓的 先进制程的半导体 那这个东西台积电在做 我们看到台湾做以外 其他的背后整个的生产链条 非常庞大的力量 在支撑这整个产业的兴旺 所以美国早就感受到这个问题了 比如说拜登政府的晶片法案 就不断地封锁 封锁再封锁 就封锁 让它延迟中国的成长的可能性 所以它只封锁一件事情 就半导体 那现在这问题 现在面临到 现在美国是全面启动 美国是整个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高科技业 全面在启动AI的应用的可能性 全面AI化 简单讲就是这个东西 它把所有的实验室 统统增加它的演算能力了 那当然是独步全球 那就是很快速拉开 跟中国的差距 为什么会拉开 因为中国跟美国 有个最大不同点在哪里 他们的路线不一样 中国叫什么 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意思 就是很简单 当时有人口红利的时代 我现在先 邓小平讲到 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不对 那就是它那个东西 它完全没有什么科技创造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努力团结就可以这样子 可是你要看美国的话不一样 美国是靠什么 民主 自由 法治 创新 它是有一连串的 它有私有财产的保护的情况之下 它才有创造能力出来 所以它是每一个个人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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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明 会有很多的 Erin Musk这种人跑出来 但中国没有 中国是被控制的 它是思想被控制的 它完全由党来领导 党领导国家 党领导everything 结果搞了半天 碰到这种的 要高度创意的年代 跟AI的时代来历的时候 没有了吧 它没有办法发挥那个创造能力 它没有办法发挥创造能力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一定会快速落后 你看它怎么搞 怎么搞 怎么搞 它都搞到了所谓的先进的 这种先进制成的半导体 做不出来 它怎么搞就做不出来 所以因为什么 中国的几十年财富的创造 是来自于什么东西 来自于仿冒 来自于复制 来自于大量的人口红利 没有创新吗 没有创新能力 哪里有创新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被政府控制 包括所谓的什么 他的科技公司 阿里巴巴等等 那哪里有创新 是Amazon先有创新 还是阿里巴巴有创新 Amazon 当然是Amazon 所以高科技在Amazon 高科技不在阿里巴巴 而且政府 他们的政府更妙 他打击阿里巴巴 对 棒打猪头鸟 他会干掉他自己的企业 当他企业变大的时候 市场变大的时候 他把企业干掉 因为他怕企业 影响他的政治的稳定性 所以在这种的一来一往的差距之下 你很快就可以看到说 第一名的美国 跟第二名的中国 现在目前是21兆美金的GVT 比17兆美金 他们以前过去从70% 现在降到62%了 很快的 很快很快 中国的GVT的总生产总值 就会快速地拉开 因为一边在成长 一边在下滑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刚刚 就是川普一直想期待他的 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由 这真正的核心问题 是他解放了所有科技的枷锁 这个事情是民主党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个川普 他敢做 台湾虽然是一个电脑大国 虽然电脑的所有产品 所有的规格 或是所有的生产线 台湾都有 可是台湾在超级电脑这一块 我们一直是敬陪莫作 台湾在超级电脑这一块 我们从来没有排到世界的先端位置 但现在有一个大的机会来了 NVIDIA也是华人勋讲 他们居然要用他的GPU 设计AI的超级电脑要做四座 四座里面有两座要放到了台湾 我们讲到 你现在用GPU所设计的AI超级电脑 你的运算速度 你的辨识能力 要比用CPU设计的超级电脑 要来的快的许多 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革命 难道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两座的 AI超级电脑放在台湾 两座AI的超级电脑放在台湾 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难道未来台湾在超级电脑的这一块 会变成了世界第一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股市分析师封开平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开平你好 王先生大家好 这一次黄人勋到了台湾 你说值得注意 大家注意 是因为有很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正在台湾进行 因为黄人勋讲 第一个是我要来台湾卖东西 以前我是跟你买零件 我要买产品 我来组装我的GPU 现在我要卖东西代表 现在台湾的产业界会导入AI 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第二个就是 我要训练台湾的人才 我要设立一个学院 但第三你说更恐怖是 它现在要设四个AI GPU的超级电脑 四个AI的GPU超级电脑 竟然有两个在台湾 如果两个AI的GPU的电脑在台湾 它会完全颠覆现在的超级电脑 以前台湾的超级电脑是排不上名的 现在可能会迈过日本的赴越 等于说中国的泰富之光 中国的天河 就一步地跨过去了 没错 事实上这次黄人勋来台湾的时候 当然是淋瘾风骚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讲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会可能颠覆大家未来的想象 我们到过去 世界各国在拼什么 我要运算速度快 我们曾经说过运算率决定一个国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世界上目前的排名 赴越第一啊 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SUMMY 美国的SIERRA 都在排名之后 然后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 然后中国的天河2A 中美日本他们在拼这个 全世界拿出 用一个超级电脑 你组装的话 至少要花几十亿美金 他们在拼这种军火打造出来 运算力 对运算力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运算 你要运算什么 像日本运算什么 他用这个赴越来运算 说我要找什么COVID-19的药 中国是用来说 我要核爆 我要做什么 核爆 那美国是用什么 天气的模拟 太空的模拟 用这样状况 所以他们都用这样 展现自己的国力嘛 好 那我们讲台湾 台湾来说我们目前 我们最好的时候有两台 我们有这个台三二号 还有台三一号 那台三要两台呢 不好意思 我们最好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哦 是26名 还有461名 那现在已经掉到57名 那很落后啊 所以台湾在AI过去的 CPU的运算里面来说 台湾根本就不是个咖 可是问题是 现在黄仁迅说 我准备要打造 四台这个AI 用我GPU打造的这个超级电脑 我两台呢 未来可能会在台湾 宝洁我跟你讲 这两台一旦放到台湾 正式运转之后 台湾有可能会变成全世界 算力的第一名 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这么夸张 为什么这么夸张 我可以跟他稍微刻布一下 CPU的这个解决方案里面来说 CPU就是说 它只能够解决问题 你要给它问题 给它什么 我要做什么问题 那你帮我解决 但是GPU不是哦 宝洁 GPU是有很多工核心 它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你给我做 你跟我说一件事 你只要跟我说 我要什么东西 它就开始帮你弄了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概念 CPU的运算是 我要给你一个这个题目 金属的指令 比如说你帮我模拟说 你帮我找一下 这个COVID-19的药 什么样可以东西 什么可以来解决这个药 我这个指令给你之后 你就弄出来 但是GPU可以给你 任何不需要解答的东西 你都可以出来 它的运算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加上GPU 它可以自己upgrade 所以我就说 你放下去 是我提升 对 自己放下去之后 它还会在 运算力还会在自己提升 自己学习 会有更好的方式去运算 所以它这个 所谓的GPU的AI的 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 可能未来的速度 会快到我们无法想象 好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的超级电脑其实是什么 是CPU加GPU两个组合 对 未来完全是用GPU 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而且它可怕在哪里 过去我老讲 标记肿瘤这个地方 你说我来看 你是不是肺癌 对 你是不是肝癌 或你什么东西 我怎么来判读 以前我要标记这个肿瘤 我会花两天 现在透过这个超级电脑 我只要一个小时 我所有的运算速度 都可以大幅的一个改变 甚至刚刚讲的 我要判断 你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你是正常人 以前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不 我现在可能很快的 马上可以看到 对 可你说到了AI时代 对 GPU时代 对 那个变化会更快 对 我就用这两个例子 来跟大家讲 目前为止来说 是所谓CPU运算为主 加上GPU 所以你可以用GPU来判断图形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 我们目前用这个台湾2号 它是过去的这个非AI式的这个CPU 这个超级电脑 它运算速度来说 它每一秒可以 约莫这个侦测 176万张的这个图像 一秒钟176万 我标记肿瘤 你只要给我看肿瘤 说我可以标记出来 两天可以缩小成一个小时 但是我跟你讲 这就是紧绷了 为什么紧绷呢 因为它不会再自己提升 但是我跟你讲 AI的电脑 AI超级电脑 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开始在训练 训练之后 我有我的判断模式 但是 我会训练出不一样的判断模式 所以会越来越快 它自己本身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就想 过去的超级电脑 紧绷就是一小时 永远很难再提升 但是AI超级电脑 它会越来越快 会越来越快 最后搞不好 零点几秒就算出来 因为它自己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跨时代的 对 是不一样 一个是 你已经是顶天就在这个地方 我过去的CPU GPU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GPU的AI电脑 它会自己运算 自己成长 所以它会一直在往上升 一直往上升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黄仁勋的超级电脑要在台湾 对 所以我才说 它的运算力会越来越强 而且这一次超级电脑 被全世界注意 是因为跟COVID-19有关系 对 事实上这一次COVID-19的时候 全世界大概都用 各国的超级电脑去算 算说到底哪一个这个 哪一个这个药品 可以非常适合 用来做个侦测 譬如说像台湾就是这样子 台湾有非常多的 用COVID-19相关的这个 然后运算出来 哪一个药比较适合 那包括说像台三二号也是一样 台三二号也是用了非常多的 医学的这个状况 譬如说用来判断 所谓是不是新冠肺炎的 这个相关的用 这样一看就知道 所以然后过去 他的描述很夸张的是 你如果给我一个X光片 X光片我的用电脑AI来判读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是判你也不严重 对 他说你到底是病毒性感染 戏剧性的感染 我都可以很快就算出来了 对 所以你就到事实上 现在为止来说话 这个AI 这个现在的超级电脑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未来的 我跟大家讲 未来的AI超级电脑会更加强大 而且他想说 现在用GPU 而且他是得说 是用辉达最新的晶片 最好的晶片 来设计这些东西 对 没错 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了 美国的这个国家能源研究 这个计算中心 他已经启用了一台叫 Prenomit的这个超级电脑 这超级电脑也是用什么 用这个NVIDIA的这个晶片 所以他现在为止来说 已经准备要开始 非常非常快的这个时间 在运算这个 他说GPU的速度 是可以快20倍 当然啦 你看我就讲 他们运算的过程之后 你要知道 将之前在CPU上面执行的 分析工作速度 快了将近600倍 600倍 而且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才跟你说 因为他自己会在 他自己会在 生成很多新的方法 自己在强化 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未来的这个超级电脑 可能会 为什么黄仁勋认为说 他是颠覆 因为我就讲 AI他自己还会在学习成长 这个过去CPU就是紧绷 你很难在 你顶多是超它 超它 但是它能够增长的 都非常有限的一个情形 而且他有没有提到说 我可以算天体物理学 我可以算气候科学 那我再不再算说 一个晚上 可以做时俗式的一个曝光资料 然后讲说 我很清楚 你下一步 我不知道下指令吗 没有 电脑会告诉你 对 下一步要注意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过去都是 我给你指令 你解决 我给你指令 你解决 未来是他会反过来指导你说 保洁我跟你讲 你下一步有什么做研究 所以才说 AI电脑会越来越厉害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黄仁勋为什么会说 他也觉得很危险 所以他最近这点不是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监管一下 因为 有时候可能会发展到 我们都完全不知道 他会怎么走的一个状况 而且黄仁勋来台湾你说 我们要注意到 他的这个 这个晶片 手上拿这个东西 这就是他现在最新的 DGX GH200的这个晶片 没错 实际上这一次 他在Computex展示这个 展示这个的时候 这里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超级电脑 未来都用这个 晶片组合合成的 他讲到GDX GH200的 AI的超级电脑 虽然我就讲 他这一次 准备在台湾放两台 两台一台是我们国家要投资的 叫台三四号 台三四号来说的话 也是用NVIDIA相关的 这个CPU 作为一个节点的 这个运算能力 那未来可能 我们会把它用在什么 这个包括说 这个很多的模拟的 这个状况 像气候预测 天体物理的这个模型 还有分子模型的模拟等等 那这个黄仁勋自己呢 叫做台北ONE 台北ONE要做什么 他要用什么 这个大型语言的模型 就是类似CHGPT这样子 还有数位分身 机器人的技术 到医疗领域等等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现在未来呢 我为什么说台湾 这个运算能力会很惊人 因为只要AI电脑来的时候 哇 搞不好真的会 完全速度会加速的一个状况 但事实有一个我不懂 他说为什么叫这个DGX GH200 是专门为生成是AI而来的 超级电脑 对 没错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刚才就讲 CPU跟GPU的运算 运算能力是不一样 它会自己 自己去学习 自己会完全的演化而成 所以它就真的是 就是用人工智慧 因为人工智慧 就是不断的upgrade 不断的upgrade 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你知道为什么目前为止 中国做不出来 因为它里面有加了非常多神秘 属于NVIDIA自己的演算法 让它可以做出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NVIDIA这一个电脑来说话 真的未来for AI世界 是毫无疑问的一个 这个超级电脑 我们在讲H100已经很厉害了 对 GH200更厉害 对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中国现在呢 一直想要发展 发展不出来 因为它拿不到这些 相关重要的晶片的时候 它要发展AI难度 是相当相当高了 好 开评 刚才讲的 那为什么在台湾 你说一个关键是 因为以前的电脑刚刚讲的 不管是什么太湖之光 或者是今天的 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超级电脑 到紧绷就紧绷了 做好它就已经完整了 它不会变化 你说未来的超级电脑 这个AI超级电脑 它会演变 它会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修正 我就需要周边的不断配合 而这些东西 都是只有台湾才有 所以台湾不但是一个 半导体的 最重要的生产机体 未来这个超级电脑 跟台湾的关系 也会变得更密切了 那当然 因为其实有几大原因 我说这次的 对台湾带来商机 就是我这超级电脑 一般大家不要 背那个超级电脑 这几个是搞错 超级电脑 其实就像黄文勋 拿那块板子的上面 放了256个 所谓的一个GH的 一个晶片 GH叫Grace Harper Grace Harper 是美国第一代的 女工程师 可是Grace是CPU Hopper是GPU 就像刚才师兄讲的 他把那个CPU跟GPU 结合起来 变成成 所谓GH的超级晶片 那以前 像我们这五年吉生 以前我们组装的时候 组织一个电脑 就是拿一块主机板 南北桥架构 放一个CPU 了不起 放一个通讯晶片 然后其他什么电子元件 加上去 加一个机壳下去 现在其实就是说 光是那一片 就是超级电脑 现在我们刚才看到 那些什么 太湖 太湖 对 还有我们台山 那个就叫 超级电脑的中心 也就是说 它是整体的一个 大的一个向中心 那我为什么说 台湾的机会 为什么会越来越好 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就讲好了 譬如说以前 2015年的时候 太湖之光的时候 是运算第一名 对 它是当时第一名 当时它有谁帮助 大家都不敢讲 有台积电的制程 是吗 对 然后它还有四星KY的 这个所谓的IPC制裁 可是后来 美国发现不太对性了 不能给它了 美国发现 因为当时他们用的 CPU就叫 美国就叫 Intel不准给它 它开始 Intel不准给它 那个CPU的基数了 然后后来这几年 高阶制程不可以给 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超级电脑 竞争力当然一定会 所以本来超级电脑的 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中国 对 它现在排名一直往后掉了 2015年的时候 太湖之光 像这个天河 天河上号 都是领先美国的 现在是给日本这个月份 可是日本 还没讲 它没有一个高阶制程 这些不管是哪一家 哪一个国家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 到最后一定需要一个什么 高阶制程 那高阶制程 有人说什么 这个英特尔会不会分掉 这个英特尔三星 会不会分掉 这个所谓的一个台积电 台积电 笑死了 我以前在用那个S21的时候 买到那个三星 自己做的那个GPU 还会发烫 后来三星自己不行了 赶快把那个晶片 丢给台积电做 它连这个 它连这个所谓7奈米 都做不好 你还说它要超越 更何况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有很多东西 我说这一次带来一个东西 三个口诀 一个叫要新规格 一个要快速 一个叫做大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规格要新 就好像现在的时代 就好像比如说 从以前的DOS时代 变成Windows时代了 那整个面向是无限的宽管 再来呢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我的速度要快 就像我们前几天讲的 那个所谓的记忆体 是500倍的容量 那台湾本身来讲 第一个智神就有 就来做 可以来支 可以把完全把这个 这个黄仁勋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架构 它是IC设计嘛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实现出来 更何况是说 这个东西 你NVIDIA想得出来 台湾就可以做得出来 台湾才能够 台湾才能够帮它 把梦想实现出来 更重要是说 它不是只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晶片就可以 因为你当你一个 超级电脑出来之后呢 你整个把它机构装起来的话 你必须要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 它的运算速度非常快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对 会有所谓功率 功率就会有散热的问题 那再加上 有很多传输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功率是 环环相扣 不是我台积电晶片给你就可以了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如果说笔电 规格稍微不好的 放在大腿上 你打了半天 打了没有多久之后 你大腿会烫 那一样道理 因为现在 现在一个随便 一个我们说这个 像这个NVIDIA 一个随便一个高级晶片 它的这个所谓散热 是大概平均 大概是700瓦到850瓦 现在你那个散热风扇 做得再怎么好 散热 还有传统的这种水冷 传统的性能 了不起 600瓦的这个所谓的耗能 所以说呢 我们台湾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商机 除了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这个记忆体 是还没有被发掘一块 我们台湾其实就有一个 领先全世界的 易冷技术 大家都有所不知 什么叫易冷技术 当时只是说 那个时候没有商业化 可是我们的国家高速运算中心 里面的台三二号 我们早就采用到了一家公司 叫做广运 广运这家公司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Computex 他也开始展览出一个东西 上次来的时候 我有说过嘛 就说像小型的这个AI伺服器里面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所谓 静默式的一个方法 放在液体里面 就是那个液体就是所谓的借电液 那个是不导电的 谁不导电 对 那他是说 他蒸发之后 他上去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 再把它滴下来循环 就是都很环保 可是又不会导电 那可是这适合什么 适合小型的这种伺服器啊 你今天要是说 像一个图书馆 那种像一个图书馆柜子 这么大的一个机房东西 你怎么可能把那个液体灌进去 所以你就必须要用什么 用那种拉那种 备冷式的冷水的技术 这个东西台三二号 早就采用了广运的这个技术 那广运现在又跟工研院 在这次又展览出一个 所谓的一个双向式的这个进步式 我简单用一个白话文 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 他大的资料中心可以做 他小的这个伺服器也可以做 解决掉 就是说传统上面 以前传统的那个吹冷气 再怎么吹解决掉600瓦的功法 现在是基本上都从700瓦起跳 所以说一定要用液冷式 我要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台湾除了原油的 规格再度提升之外 其实台湾本身就已经有很多 这种隐形冠军新技术 以前只是没有商业化 所以我们只知道台积电 我们只知道说 这个广达可以做这个组装 或者做这个伺服器 你散热 连这个窄板 对它是亚洲第一家 是被intel认证 亚洲第一家 它有这个液冷技术的公司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晶片 还有AI产业的打压 似乎已经完全不给中国活路 我们看到彭博社 一个最新的报道 他提到说 现在他要封锁什么 你在ASMO 卖给中国这些机具 你不可以再给它提供维修 还有服务 这就非常可怕 以前为了要阻止 中国晶片的发展 ASMO的高阶 比如说你的极子外光机 生子外光机 很多高阶产品 你已经不准卖了 现在你就算已经卖给了中国 而且中国的这些产品 你维修 未来 你要维修 你要提供零件 全部不可以 不但是ASMO 这个不可以 你在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 你需要光阻气 你需要气体 你需要一些化学原料 现在美国也要求 日本跟德国 一些光阻气 这些化学药品 你也不准给中国 就算你有了机具 你没有这些生产的材料 你也不能进行 更可怕的是 像蔡司这些光科技的晶片 这是一个消耗品 连这些消耗品 现在美国也在禁止的行列之中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美国已经完全封杀 让你在AI产业 在晶片制造上面 完全没有生存空间 我们知道 中国其实一直想要突围 中国一直想要 可以说自力更生 现在它也发展了 大规模的一个产业生态 现在难道 美国已经吃了 衬托铁的心 要让这个生产的这个太阳 完全变成废墟 让现在进到中国的 这些所谓的 棋子外光机 生子外光机 变成一片废铁吗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张宇轩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宇轩 你好 大家好 这个蓬勃的最新赌价 是真的吗 有这么严重吗 难道你现在ASMO 已经卖给了中国这些 已经低接了 生子外光机 设备 服务 维修 全部不可以给了 好保洁 我们之前就说了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特别是半导体的封锁 好像有开个人道走廊 给它生活 就说你可以买这个生子外光机 然后我们可以卖一些 所谓的产品都给你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叫做请君入翁 请君入翁 现在准备要给你大屠杀 为什么要大屠杀 这一招真的非常狠 我就倒一上 你东西坏了我总要帮你修吧 你零件坏了我总要提供零件嘛 现在这种零件服务维修都不可以了 对我为什么说这一招非常狠 保洁你知道 因为之前我不是说开人道走廊吗 所以去年的时候中国拼命的买 艾斯摩尔的这个机台 你看这是艾斯摩尔的这个机台 本来在Q1的时候只有这个8% 这个中国只有占这个艾斯摩尔出货8% 到第三季拍到46 第四季39 拼命买 中国拼命买 能买都买 所以为什么是人道走廊 中国认为是人道走廊 就说我赶快买赶快买 能买能不能买 但是问题是你买完之后 我再给你杀招 你之前买的全部都不能够用了 所以全部变成废铁 真的 如果没有维修没有零件的提供的话 对 买的这些艾斯摩尔的器材会变废铁 完全没有 为什么废铁 保洁你知道 因为里面很多器材的话 现在德国 现在美国也要封锁 譬如说你看艾斯摩尔里面 他又用了镜片 镜片是谁做 菜丝 他就说 你德国菜丝 你也不能够卖给他 虽然不是只有艾斯摩尔人 不能够进去之外 中国就想 我去跟菜丝买就好 我跟厂商买 不行 你没有菜丝的 这个光刻机的这个镜片 不好意思 你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你说镜片有问题 还不能更新了 因为没有任何 全世界只有菜丝摩得出来 我们说过 那个镜片是要怎样 从地球到这个台湾的 从地球到这个月亮的距离来说 误差不能超过一公分 你知道这个是多精密 这全世界只有菜丝摩得出来 所以我才跟你说 美国是真的铁了心 让你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了 而且更可怕 刚才讲的光阻镜啦 气体 你曾经讲过 在整个等于说 等于说 晶圆厂里面 管制里面都是气体 这个气体也不能卖了 对他现在怎样 连光阻镜还有气体都不能给你 你看光阻镜 我们看光阻镜多重要 我们不是说吗 日本政府跟韩国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他就把光阻镜禁了之后 三星就被偷偷偷了 他现在都不能够卖 连卖都不能卖 光阻镜的JSR 新月化学 你都不能够卖给这个中国 这个几乎是完全让你动都动不了 所以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德国的这个副首 他们的副首相 这个哈贝克 他本来就在这个目前为止 跟这个雷蒙都在说话 所以现在等于是 美国是撒下一个天罗帝王 所以才说嘛 他还请君入欧 让你买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然后你买那么多之后 现在全能变成非洲 所以你说美国现在在这个 所谓的晶片产业 AI产业上面 非要置中国于死地吗 那为什么美国要封锁中国的晶片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现在呢 AI开始崛起之后呢 他要让中国的AI呢 可能就尽可能的拖住你的发展 他也知道中国的AI发展 是相当迅速的 你看为什么 保险你看 这是中国目前为止 这个2023年 去年呢 他们在做所谓的大型地图 AI大型地图 这么多家公司在做 美国这样 这个比较大 他还是有AI产业 还是有AI产业 像什么浪潮啦 或者说迷途啦 或者说很多 很多公司 他一大堆 阿里巴巴的生态系 华为的生态系 腾讯的生态系 一大堆 你看百度生态系 京东的啦 商堂一大堆 中国是 他们也知道 未来AI是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国也要发展 中国请全力 你能够买多少东西 买多少GPU 买什么 全部都给我买 所以中国买了很多很多 听说当时 你不是开了H800 A800的这个后门吗 中国全包了 全包了 你知道 你事上腾讯现在说什么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库存 他们就是 他们早就知道美国有一天会这样做 所以他们收集了一大堆东西 但是呢 没关系 美国现在就是这样 过去就让它过去 你有的好 没关系 以后 我现在 这个 我刚才讲嘛 先断你这个A800 H800 这么所谓晶片的后路 然后你要自己做 不好意思 我再把你断 所以他等于前前后后 把你围得密不透风 任何一点扣机都不让你活 所以我好不会发展这个AI大规模的产业生态 你会变成了一片废土 对 所以啦 为什么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王毅就很生气嘛 他就说什么 我要强调 在人工智慧上 如果搞什么小院高强的话 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 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这个科技发展 还会被破坏国际产业的供应内的完整 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他特别提出来 GPU的高净力 所以你就知道 王毅说了这么生气 你就知道说 他这个AI真的是打到了中国的痛处 而且为什么美国现在敢做这件事情 原来美国有一个智慧 他就做了研究了 做了研究了以后 他发现 之前 中国还在想 我在AI我有可能超音赶美 我还可能赶上了这个美国 可是可怕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Trap GPT形成之后 整个中国已经完成 完全不是美国对手 美国确定已经完全不是对手之后 他就开始吓杀招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几年前的时候 AI的发展 事实上中美真的是差不多的 甚至连这个Google的前执行长施密特 因为他是被美国邀请到的时候 负责美国的AI 所有科技产业的总统领事 他当时才说过 他说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说中国的AI技术 在2030年可以超越美国 他当时说 那时候美国都很紧张 所以美国就说 我们要封锁中国的AI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说了 连中国自己也说 我们根本追不上 AI没机会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ChairGPT 现在ChairGPT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代了 现在中国连ChairGPT的功能都追不上 那你更不用讲 后续推输的这个 这个完全都追不上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都需要美国的晶片 那美国现在晶片给你卡住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最新的这个状态 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 每一大约末是几个月 就十倍数 六个月就十倍数 每六个月十倍数的算力 那你看已经拖了多久 拖了多久之后 你怎么可能做得起来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整个技术 已经是遥遥落后 整个美国的这个情形 而且再这样的打压下去的话 它的AI真的已经出现了亏损潮 已经出现了泡沫化的危机了 对没错 好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AI来说 中国过去一段时间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 叫韩武技 那韩武技来说 你看这是韩武技的公司 它最近一段时间公布财报 你看这是亏损 从2017年 2018 2019 2020 2021 22 越亏越多 全部都是亏损 那为什么会亏损呢 事实上它 韩武技做的是什么 它做的是晶片 过去 在美国还没封锁 这个中国的 这个相关的 武奈 这个新进制程的时候 它其实亏了并没有很多 但是后来开始封锁之后 因为它没办法做出晶片 没办法 因为它下单给台积电 下单给这个 国外的这个晶片业者 没办法下单之后 它就开始 不断的裁员 不断的裁员 你看它现在在去年上半年 2022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研发人员 是1270个人 现在已经降到908 而且现在一直不断的降 一直不断的降 很多项目都说 我们已经不做了 放弃了 就是说很多项目 做不下去了 不做不做 那事实上 现在为止来说 韩武技整个 这个实力相当相当糟糕 那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 韩武技过去一段 有一个叫做梁军 梁军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是跟 他从华为跳槽出来的 那从华为跳槽出来的时候 早年 他们跟华为有一些相关的 研究计划跟合作 但是后来华为就说 那我要自己发展 再加上说 美国对韩武技 就直接把它列为 AI的这个制裁对象之后 他拿不到新晶片 他就变得是 持续亏损 而且走不出 泥脑的一个局面 所以现在在中国的 AI产业 你要不要就是亏损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你所有的创办人 一个一个去职了 对 我们刚才讲的 AI的这个晶片之一来说 就是韩武技 还有另外一个公司 非常有 我们叫币任 币任 币任原本被认为说 是中国最有可能 挑战NVIDIA的公司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在做这个挖矿机 挖矿机就是要有很多GPU 它的技术算是不错 世界数一数二的 所以他如果把它转成 做这个所谓NVIDIA的 它是有能力的 它有能力 可是问题是 美国已经封锁它 美国在去年开始封锁它 封锁它之后 它就开始 没有办法拿到最限 它原本是下单给台积电 用所谓5奈米的技术 就被它美国把它封住之后 所以你说 台积电在发展晶片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5奈米或是3奈米 最早的客户都是中国 对 中国都有来下单 但是美国封锁住之后 美国就发现到 这个不行 要把你封锁 所以它封锁之后 你知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适当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非常多融资 就是找一些大股东 大股东都是国内 中国大陆非常知名的 这家公司一定会红 就被人家现在怎么办 现在联合创办人交国方 还有联合创办人之一的徐丁杰 他们现在都已经离开了 因为为什么 他们说 没有这个散能之后 我们还玩什么玩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国内 我就讲 现在全世界在墙外的AI 是一片生龙活虎 你看台积电今天又创了 七百六十九块的这个新高 全世界大家都在这样 但唯独 你们都觉得 中国是相当相当的沉寂 跟相当的落寞 因为它完全玩不到 这一场AI盛宴 所以它就完全被 剔除在AI浪潮之外 而且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封锁 多么无情 多么残忍 多么凶狠 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来 我们这不是讲吗 当时像Porsche 很多像那个什么 很多的车子 进到了美国的港口 就要被退回去 退回去之后就说 不行 你这上面有中国的零件 就把这些厂商吓死了 吓死了 他们赶快去 赶快去调查 才妙了 原来 这些 他们讲到 这些其实Porsche的 这些很好的车子 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设备 这个小小的设备 在这个车子里面 九牛一毛 这非常小部分 连这个都被美国抓出来 你只是因为这个零件 用了中国的零件 就被美国踢出去了 对 你就知道说 从这个案子 你就知道说 美国到底对中国 是多么的封锁 多么夸张 这可能连这个 这台这是什么车 Volkswagen 它送到美国去的车 原本它运进去的时候 美国就跟它说 不好意思 你这一批完全不能进 Volkswagen当时来 傻眼 为什么 它说你们有一个 这个变压器里面的 一个小零组件 这个它还把这个 P号都说出来 照片都找出来 这个是中国一个叫 四川经纬达科技制造的 对 那这家公司呢 是我们因为 它有违反所谓劳动的 新疆劳动相关的 被我们列入实体清单 你居然有它的产品 就来Volkswagen 这么大台的一个地车 这么小一个零件 因为这个小零件 车子就进不去了 车子的话 大概有十万个零件 美国就找这个零件出来 那总之这个出来之后 Volkswagen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说 我们查了我们的tier one 没有 就它是这样 包来包去 包了好几层之后 有这家公司 就它才发现 真的这样 就那 它就赶快傻眼 说我们会马上换 就另外一个 人家现在又调查 因为在这个 所谓经纬达公司上面来说 有BMW的这个Mark 就BMW马上就说 我们没有生产 就这样 大家都多害怕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你就知道 美国对中国的追杀 到底多夸张 一个十万个零件里面 它居然可以找到 那一个中国的零件 好 惠臣 刚才讲你过去是保实化产业 你说这个真的非常恐怖事 现在不但是说 你ASMO不能卖 ASMO就算卖进去了以后 你现在的零件的维修 你也不准卖 包括 你说那我就跟零件厂商买吧 我跟蔡司买 蔡司不准卖 包括我在这个 做这个所谓的设计过程里面 我需要很多的光阻计 我需要很多的气体 这些气体也全部把你封杀 真的上穷壁落下黄泉 更可怕的是 它居然把中国原来 秘密建立了一个管道 这个管道是要跟西方世界来学 这个晶圆设计的比利时公司 这比利公司我们从来没听过 现在连美国都封杀了 是啊 事实上呢 美国现在之前 应该说过去两年 进行一个check forward check forward就是要把什么 美国啊 然后日本 韩国跟台湾 联合起来 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一个供应链 尤其在经营院半导体这个部分嘛 那现在一步一步 所以为什么日本在去年的时候 宣布有14项 非常关键的化学品 不可以出口到中国去 就是因为美国老大哥一声下令之下 那现在这把手 可能连欧洲的这个后门 都要关上了 为什么 因为最新的一个外媒报导 它说呢 本来哦 在从早从2011年 2013年 甚至到2015年 欧洲有一个半导体研发重镇 叫IMEC 这个单位事实上 它是非常多的国家 有70个国家 3500个人 都在这个IMEC的这个地方在工作 然后呢 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曾经跟中国进行一个合作 合作到就是说 有一些技术上 我们可以是互相交流的 甚至在什么时候 2015年的时候 还成立合资公司 结果后来最新的 所以你比如说 中芯还可以活得下来 华为还可以活得下来 是因为他们建立一个 我们平常没人知道的管道是 他跟比利时的这个IMEC公司 从这边学到最新的技术 现在也就是这个技术 变成了最后的这个活命药单了 但是可能也要被关上这一道门了 为什么 因为更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 他说这个IMEC已经开始转向了 中国这两个字 在晶片产业里面 等同于是脏话 等同于是脏字 不可以加密有关系 有关系的话 马上就会受到美国的压力 直接告诉你就是来到美国的压力 而且美国的目的是在干嘛 就是在切断中国获得先进晶片的管道 所以把话说得非常的清楚 美国现在施压 欧洲这边也要切干净 跟中国这部分的关系 所以在晶片产业里面 中国就像一个脏字 没人敢碰 对 而且你要知道 我刚刚特别提到这个IMEC 它事实上不是一家公司 它有点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概念在 而且这个研究机构每一年 是都从欧盟补助1.34欧元 所以那时候他们有一点是要建立一个 就是半导体世界的一个瑞士中立国 所以任何国家跟我 只要有一个技术相关的交换 原则上我都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你知道刚刚我们提到 这家这个单位 什么时候跟中国合作 2011年他们已经有开始一些讯息 最重要是竟然在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画面你知道吗 包括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还有跟习近平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代表 竟然就到中国去访问 然后签了一个合约 签这个合约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有四方要进行合作 然后各自持股 什么两成三成的一个情况之下 要弄了一家公司 所以IMEC跟中国的一个合作 是比利时的国王跟习近平 两个人一起开会 一起签下的这个协定 那签下这个协定 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 要把它给打叉叉了 是 合作要进行终止 而且你知道他们就说 他们是包括刚刚提到的 IMEC 中芯 华为 还有高通 现在连高通都在这里面 成立这家公司 就叫什么 中芯国际集成机体电路公司 然后他们当时IMEC的那个执行官 还说 我们这个合作 其实我们是看好 非常看好这个市场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是要从14奈米 做这个合作的机台 然后持续往下 我相信这个基石 将有利全球的这个机体电路的发展 记得他们的合作时间点是什么 是2015年 所以从2015年 一直到现在 已经过了几年 过了九年了 为什么突然喊 就是因为发现 美国现在步步进兵 这个整个亚洲 整个美国这边 已经确定说 不能跟中国逃来 连欧洲这个门 也要把你给关上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 那中芯呢 中芯还好吗 中芯现在状况如何 现在最新的一个报导出来 他们的报导是说 对我们中芯还是 从7奈米继续向5奈米挺进 中芯也搞5奈米 他们报导说 我们现在向5奈米挺进 而且我们现在是 大概粮率是在5成左右 可是我跟你讲 关键就在财报当中 因为很好笑 他说2023年我们业绩不好 然后营收只有63亿 比2022年少了 可是你看那个图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它的一个 金元收入里面的分析 你会比较蓝色的2023年 跟最右边的2022年 第四季度 你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电脑跟平板 2022年的它的营收占比 只有19.9% 现在拉高成30.6% 然后呢 比较先进制成的包括互联 跟可穿戴的 还有汽车这个部分的 从2022年的12.3% 然后降到现在的7.6% 中芯前途开优 之前黄人群曾经产现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 有一些黑暗大陆 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包括伊朗 还有非洲的一些地区 这些地区是 现在以黄人群为主的 这些AI技术 它这些芯片 这些伺服器 是不能进到这些地方 现在不只是硬体不能进去 既然OpenAI 特别发函给中国的一家公司 它说我们现在侦测到 你的组织 你的公司 现在使用的OpenAI的东西 但这不是OpenAI 可以提供的地方 我们现在把你给禁绝掉 现在OpenAI 如果你中国要使用 它要把你给关闭掉 而且更夸张的是 这个是什么 OpenAI最近来了一个董事 这个董事是谁 他大有来头 叫保罗中真根 他一个是日裔的美国人 他曾经当过 美国的国安局的局长 现在这个人 当OpenAI的董事 当了OpenAI的董事之后 OpenAI就跟中国处合汉界 因为中国现在确实是 是要进入到黑暗大陆时机 但你要进到黑暗大陆 必须要有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而OpenAI就是这个毁灭性的致命打击 为什么 因为你实际看到这封信 这是重磅的信 它同时传送给非常多名的用户 讲说什么 我们根本没有授权给你这个区域使用 我们的OpenAI 可是你们却偷偷的使用 所以我们要干嘛 完全把你这块网络 通通的封杀 封杀 换言之 中国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气 你知道他们干了一些怪事情 什么怪事情吗 OpenAI是不是不给他们用 他们就偷偷把OpenAI整个模组 Copy过来之后呢 如同中国手游最爱做的一件事情 我换皮 所以我表面上 封面上 系统上换了 但偷偷用的全部都是OpenAI 如果这时候OpenAI说我把你断根 往后你这些网络全部都不能使用 它不能用了吗 那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数以实际的中国AI公司 通通都会倒闭嘛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个黑暗世界 不但是说刚刚讲的 AI的晶片 AI的技术 AI的伺服器 你不能进到这个地方 现在你的OpenAI的这些软体 你都不能进来了 对 连你中国原本号称 自己所使用 自己所创办的 通通不能用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个卡巴案会躲狠 因为他们现在讲 大陆很多创业企业呢 就是用这种OpenAI的方式 未来原本可能有变成独角兽 拍赛 你的脚在长大之前 我先把你直接给掰断了嘛 而且为什么OpenAI会 关门了 关门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举动 因为美国前国安局长来了 美国前国安局长 这个叫Paul 保罗忠真根 他做了什么 他跑去担任OpenAI的董事 前美国国安局长 就要跑去当OpenAI的董事 而且我们讲国安局 还没什么大不了 就他 对 就是我们讲这个保罗 他的专长是什么 不好意思 他的专长就是 网路安全威胁 所以换言之 以前他在国安局的时候 都是在防范这种网路路侵 都是在防范这种网路安全 甚至是 他其实跑到世界各地去 而且他本来就有一个身份 他叫什么 顶尖的网路专家 甚至还为美国的网路司令部 创建的这种 关键性的设施跟领导人 他以前是美国网路司令部的司令 对 所以换言之 他就是美国的网军头子 而这个网军头子 直接来跟你讲 休想never 别想再使用我们的系统 所以这个网军头子 现在去当了OpenAI的董事 对 当OpenAI的董事的时候 你就懂了 为什么会变成是 我们讲的黑暗大陆 因为你想想看 NVIDIA那时候在介绍 所有他合作的国家 对不对 他资源的国家跟领土 他偏偏把台湾写进去 但是有没有中国 没有中国 完全没中国 就是一片黑暗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我们讲 OpenAI不是写了一封信给中国说 你现在所处的地域 不是我们提供给你的 那他其实有一张表 这个表就是我的平台 这个平台刚刚讲你的巴西 包括中国 中国在智利跟哥林比亚之间 照理讲这应该是中国 中国没有 没有里面 他旁边还有台湾 对 换言之他算是客气 因为他讲说你的区域呢 不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错了 是什么 是整个中国 我都没打算提供给你服务 所以你看连苹果都吓坏了嘛 为什么 因为苹果未来呢 就打算跟OpenAI合作 打算推出所谓的AI手机 但请问一下 AI手机有没有办法消亡中国 当然不行啊 因为这同样涉及到使用我们的技术嘛 所以你说 苹果的手机如果卖到中国 你在中国使用 你是不可以使用OpenAI的 对 所以你仔细看苹果讲这句话 非常的讽刺 为什么 因为以前苹果总是把中国当作 它第二大市场 结果你第二大的市场 根本没有罗列在 他要感谢的 他要供给的 他要资源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想想看哦 其实现在就有一个潜力了 往后当我们台湾 当美国世界各地 大家所使用的手机 是有AI系统对不对 那中国会变成什么 燕歌版 他们最喜欢的燕歌版 而且这不用等到苹果 因为现在三星已经验证了 真的有 三星也这样子 因为三星是不是推出 Galaxy S24 最新的一型手机 那明明它是有AI系统 那幻影是你划个圈 干嘛都有一些AI的感应和服务 但到了中国 因为它不能用嘛 那你知道中国想出什么方法 去解决吗 那我用百度的种型了吧 我们用自家人的种型吧 我用美图的种型吧 就保体哥你知道出现什么状况吗 出现什么状况 来来来 第一个 我划一个圈圈之后 不好意思 白屏死当 好 那我们来用AI来侦测说 相关的物件物体 会发生什么状况 比如说他用这种 AI智慧图片辨识嘛 这个叫什么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 有没有最有名的那台时光车 这是回到未来的时光车 对 就是你知道 透过我们讲正常的版本 它应该是要讲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 这下面的是什么 Google的版本 结果百度版的 你知道跑出什么吗 跑出宾室 跑出奇奇怪怪的 展排车 结果没有一台 是这一台回到未来的时光车 所以我们讲 你现在的AI的功能就是 我看到一个图片 我不知道这个图片到底是什么 我只要拍一下的话 这个图片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讯息都可以提供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 那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看到 回到未来 你看到回到未来的时光车 你会非常好奇 你如果用百度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宾式的GLX 这是一个轿跑车 可是真实用Google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回到未来的 这个所谓的工具车 对 那我们讲 那光剑总可以了吧 光剑玩具 因为各位啊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辨识 但你仔细看哦 Google的辨识里面 他会说什么 的确 这就是我们讲的 星际大战的光剑 你想要买的光剑在这边 光剑的模型在这边 结果我们再尝试一次 用百度光剑 跑出什么 手电筒 跑出手电筒 手电筒 一堆你想要的手电筒 不是啊 大哥 我不想要手电筒 你不要给我一堆手电筒 所以说今天Google 他可以非常清楚 去什么 光剑的所有的由来 光剑的历史 而且他现在到了百度 他就把光剑 变成手电筒了 对 所以但你知道吗 发生这么惨的悲剧 中国人却喜事 喪事喜办 你知道什么喪事喜办吗 他们说没关系 竟然没有了这个 无来国的open AI 我们自己扶植自己的AI 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 所以你看他们非常开心 包括什么百度智慧云 阿里智慧云 我们的绝起机会来了 因为不用再受到美帝的侵略了 结果你想想看哦 他们因此这样就反而 A股AI股全部大涨 那很厉害啊 很高兴 结果他们讲说不是嘛 这根本是在内卷 为什么 因为我请问一个问题 你今天做不出AI 对不对 那结果说你说好 我们把最好的AI 一台超跑给抽掉了 不给你开超跑了 那保底哥 所以你就做得出超跑了吗 做不出来 对 你还是做不出来 所以现在的华为 就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华为叫好的 你不用我可以自己弄AI晶片 而且我弄了一个所谓的自驾车 结果他现在这个车子 故障率非常高 对 因为我们讲最近是中国的一个618购物节 所以购物节你知道谁最忙吗 当然就是这种顺丰快递 而且他们顺丰快递非常先进 想说我们用这种自动货车 总可以了吧 结果你想想看 来 他自动货车 结果出了意外 就这样停在路上 来 你看到停在路上 这时候他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是无人的 再来他是自动导航的 所以交警本来还跑过去 你看这个交警很忙 说兄弟啊 兄弟啊 这个不要车子停在这边 赶快走就后来发现 宝贝哥他仔细看 没人啊 我是要比较高 没有人 我要跟鬼讲 里面没人 里面没有人 所以他就很尴尬停在那边 根本无所自从 但你想想看 未来整个中国的AI晶片 随着美国的制裁 只会生产越来越少 只会越来越烂 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 怎么可能生产出你想要的超级跑车 所以因为这应该是好的 现在黄仁勋的这张图 看起来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真的是世界一分为二 一个是有AI的世界 一个是没有AI的世界 而且现在不是说 我的硬体 我的晶片 我的伺服器 我所有的东西不能进去 刚刚讲OpenAI直接发给中国 说你现在不在我提供的范围内 你现在的提供 我要把它关掉 这件事情很严重吗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美国前国安局局长保罗 他也是美国网军 网络司令部创始的司令 他今天到了OpenAI之后 就下达这个命令 对 这号人物 其实他是个上将退伍的 你知道吗 他上将 他是担任网络司令部的司令 还有曾经担任过国安局的局长 那曾经也在 他是上将 对 曾经也在阿富汗 南韩等等这个地方 实际上做情报官 其实他的爸爸也是军情出身 事实上他是第三代的 在美国的日本 日裔的美国人 那他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服务在川普跟拜登时代 所以我认为他非常清楚知道说 川普跟拜登要什么东西 他知道说这个美国政府 在对付中国的这个 网络作战的方面来讲的话 在网络安全的 应该要防范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OpenAI也是很聪明 六月的时候找他进来 担任董事会当中的董事 同时也在受他所指挥 在这个OpenAI里面的 网络安全的部分来讲的话 由他来操刀 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 过得他的网络安全 对 所以就是他为什么来决定说 整个内部来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 保罗中生根之外 其实OpenAI里面的董事会 还有一名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加入的就是所谓的 美国财政部的前财政部长 是什么 是那一个这个你知道 柯林顿时代的时候的财政部长 那也是民主党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财政部不是在负责 怎么围堵中国制裁相关的企业吗 那这一号人物专门在处理这个网络的部分来讲 那所以OpenAI 那根本就是什么 要把中国整个从全世界的AI产业当中 把他踢进去 完全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科技的技术 然后也不让他取得这个东西 而且这一号人物他就知道说 中国会用什么方式来窃取外国的这个相关资讯 透过网络作战 透过网络上的一个瑕疵等等之类 所以他目的就是要补足OpenAI 在这部分的一个防范 那同时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OpenAI这家公司 完全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 来针对这个未来 在海外的所有的相关业务来讲的话 就把中国阻绝在外 所以现在美国对他的企业 是控制的控管得非常严格 而且现在所有的美国企业 除了特斯拉之外 好像都已经兼闭亲野了 而且都会聘请一些美国的官员 退休的官员 然后来担任他们的重要顾问 或是重要他们的一个职位 所以这一号人物其实说真的不简单 而且他说真的蛮年轻的哦 60岁而已哦 60岁而已就要退伍 然后呢这个以上将之之退伍 所以代表说他在这部分来讲的话 他涉猎非常深 而且他其实从开始当兵陆军的嘛 一直到现在 全部都在接触所谓的情报业务 所以他从来没有说 跟这个情报业务脱节掉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军群局也好 国安局也好 他们很多人轮掉 来来去去 对来来去去的 他是不一样 专门针对情报的 所以他知道说 中国怎么攻击美国 然后怎么去防范中国的这些威胁 这个时候呢 OpenAI其实找对人 而且黄仁勋跟季辛格 同时都到了台湾来 台湾来了以后 你想说 季辛格是可能推出他的产品 黄仁勋可能是为了张宗谋 你说没有 他们其实来台湾 都是为了AI来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不管是坐高阶的 中阶的 低阶的 你要找跟AI有关的 你在所有的周边厂商 都要在台湾 对 现在是AI在世界无所不在 可是科技大佬 在台湾是无所不在 因为黄仁勋今年半年来 已经来了三次了 季辛格已经来了两次 都是半年来的记录 所以你在台湾夜市 或者在台湾的小餐馆 点苍蝇头的时候 看到黄仁勋 你不要压疑 他就是黄仁勋 黄仁勋来不是为了苍蝇头 黄仁勋来不是为了夜市 黄仁勋来不是为了唐葫芦 他是为了供应链 因为为了20%台积电 增加产能 因为他已经那一天 去参加张忠勋的 所谓的领奖仪式的时候 也顺便拜托台积电 能不能提高20%的产能 先进封装的产能 所以那天 他参加完颁奖典礼之后 台积电在礼拜五的晚上 ADR股价大涨 连先进封装 所有相关的股票 全部大涨 因为产能缺的不得了 要叫台湾再加20% 现在已经够不应求了 还要再充20% 海外台积电讲说 他现在是经济不大成长 把经济大成长有两个 第一个 我的三奈米稳定成长 需求一直在增加 还有我的五奈米非常稳定 而且我的五奈米 为什么会稳定 我的五奈米都跟AI有关系 因为被大客户包走了 现在还不止五奈米 而是连日月光连电这些也涨 他们涨的是什么 叫做先进封装 所以三奈米五奈米都被包场了 连先进封装也包场 现在连季辛格也很紧张 他现在来台湾不是卖东西 是AI无所不在 他也要推出AI的PC AI的笔电 还有蔚来 还有AI的手机 可是不对 Intel不是自己上下一条楼吗 不是自己都全包吗 他需要台湾的供应链吗 所以他现在讲话 讲得非常的 台湾的创意无所不在 台湾的供应链伙伴 在AI非常的重要 所以台湾在难以置信创新的事情 都在台湾 所以他讲台湾是创新的据点 是有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就在这里发生 而且这个在台湾发生的就是AI应用 所以AI相关应用 他就开始跟谁合作 那天抱着司从堂 非常的热烈 再来是宏介的 董事长陈俊胜跟梁赤正 因为相关的合作都要跟台湾 甚至以前 Intel最厉害的叫做IC设计 它是IC晶片的大厂 结果他现在跟创意 资源 市行政业者都有合作 因为AI你要加速运算 我们刚才看到这么多变化 你不是光靠 以前Intel是高高在上 以前是避你一切 以前台湾是小跟班 我能够跟你扯上关系 我就很高兴 以前我跟是Wintel的议员 我就可以飞上凤凰了 结果现在 你跑到台湾来了 以前一年要看一次 寄星格很困难 Intel CEO要来台湾 都是非常难 跟他握到手 会跟他见到面了 现在半年就来了两次 而且动不动就要来台湾 来跟台湾这些业者一起合作 到处去看场 你还握手不够 你还拥抱 不只握握这些人 连台湾的记者媒体也都握手了 我同事很开心 因为那天非常热烈 台湾媒体都握手了 因为他现在非常希望台湾 不管是这些IC设计业者 好 在我们下看 连这些散热的Intel 也要跟所谓的 音业打跟鸿海合作 因为AI运算这么快 非常的热 过去一个Power只有500瓦 500瓦的电力 现在要增加到1500瓦 甚至要到7000多 5600多瓦 很热 如果你运算 背后要非常热 要台湾的散热技术 所以他要跟音业打合作 每个都是台湾 创意都在这里 应用无所不在 但是技术 所以你说 我就算是我的 这个所谓的晶片设计 往前充没有用 我就算是我可以做出来 也没有用 我周边我的封装 我的伺服器 我的冷却系统 我任何一点出问题 我就不能卓越了 对 要这么快的运算系统 要台湾这些解决散热了 所以音业打鸿海 是超流体在这里 那再来是 你要落地变成Intel的PC 跟NB的时候 还要跟谁合作 当然要跟广达合作 所以那天很亲切的 抱着私童肠跟梁赤证 因为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PC跟NB 会出现所谓AI 所以AI为什么无所不在 连在电脑上 也会直接处理 你刚才看到这些 AI相关的运用 甚至现在都不用 吃苹果订单了 像伟创又继续在卖工厂 马来西亚工厂也要卖掉 菲律宾的厂也要卖掉 中国厂也卖掉 印度厂已经确定卖给塔塔 让塔塔正式成为苹果供应链 所以你说在整个科技界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典范转移 以前的典范转移是说 我今天一定要进到 苹果供应链 我才等于说有吃有喝 我才可以分享到 所谓的这个甜糖 现在从伟创开始 刚刚讲到 我已经慢慢 从苹果供应链出来了 我要去抢工AI了 对 含笑分手苹果 不吃苹果日子过得更好 所以AI业务 去年AI业务已经150亿了 今年会两三百亿 所以现在股价又突破100元 因为蓝天就在这里 你就算是卖掉中国的厂 你就算卖掉印度的厂 你还是大涨 大涨就是因为你的AI 所以AI未来业务接不完 我们看到黄奈勋 季辛格动不动就跑来台湾 很快我们会看苹志峰 又来台湾 AI无所不在 科技大佬 所有的应验 都希望台湾的创意 所以AI已经不是空中楼阁了 AI真的是已经铺天盖地 而且刚刚讲的 你今天不管是Facebook 你今天不管是 刚刚讲的微软 你今天不管是 任何的这个 那个什么Google 全部都要推出 AI产品了 对 这些都是应用端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所谓的高通 甚至Intel 这些AMD 也都要用用的AI 所以台湾这些上机 未来要做的 还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人说 这会超越摩尔定律 未来需求 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这两天 为什么台北电脑战 这个有这么样的 你知道 你要讲 全世界刚刚讲 Intel来了 AMD来了 包括了NVIDIA也来了 你要掌握未来 进到未来 AI世界的钥匙 这几个人 现在全部来台湾 也就是你如果要去构筑一个AI的事件 那只有台湾可以帮美国做得到 所以刚刚讲的 这些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他们生产的东西都是美国的资产 昨天吴董讲了 钱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现在美国的资产就在台湾了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为什么美国这个时候会越来越清晰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台湾现在是未来 他们AI 他们要发展的最重要产业 AI 这个黄远勋讲到 老杰 AI未来的总商机 他认为有100兆美金 100兆 这个天大地大的产业 所以美国一定要把这个 牢牢的掌握住 那请问现在谁在AI里面最有power的身份 台湾嘛 所以你看 为什么黄远勋要来投资台湾 苏之锋在投资台湾 Intel目前为止 也把他的单下到台湾 所以现在等于是三大公司的这个重心 他全部都压赖台湾了嘛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这个就让台湾跟中国出现一个截然不同 你看我们台湾都是 哇 AI定单一个一个来 那老美就说我们要保护你 但是反观中国呢 你看为什么 拜登会唱衰这个中国经济 你看周大福都会停工 然后中国的这个外资的投资 崩跌了82% 然后很多烂尾楼 所以可见中国真的是处处都是病 这如同这个拜登所说的这个样子 说2023年外资投资 中国居然崩跌了28% 对所以你知道 拜登这次是真的有所本 而且拜登讲说 现在习近平在这个 把经济搞到的千疮百扣 不是随便讲的 因为刚刚讲的 这是一个未来 是一个AI的战争 是一个科技的战争 而这个AI战争 跟科技战争里面 中国完全被封锁 封锁之后 他现在竟然干嘛 你不私往外面冲 他现在闭门造居了 抱歉 事实上这个拜登会说 中国经济不好 事实上他是有所本 他说中国在排外 中国排外的话 让人家想起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在外面 现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 清朝是关门 关起门廊 现在全世界AI革命 也是在进行一个工业的 这个革命 他也在关门 他现在也把门关起来 那你要说 我们说的是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这样 你看中芯国际 他就说 我们要加速国产化 怎么国产化 戒掉对美国的这个依赖 迈进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关起门来 中国人自己做 我们自己要的晶片 中国人研发 我们自己要的设备 他们做得出来吗 当然做不出来嘛 所以华为都说 我们能够做出七奈米 就因为很了不起 不用想三奈米五奈米 所以拜登是从 大宏观的角度 的确是如此 你中国在最需要 高科技的时候 你反而把自己的门 关了起来 而且被美国完全封锁 而且美国现在完全不给你 所以他目前为止 科技陷入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麻烦 所以你看中芯国际 在前一阵子 他就在北京 打造了一个新京城工厂 那就被他传言说 这里面的所有设备 都是中国的机台 自己在做 他们现在真的 已经开始埋锅造饭 准备要开始 这个自己生产 自己要的这个晶片 还有自己的设备 而且中国产到什么地步 以前他完全看不起韩国人 而且刚才讲 我要完全的封锁韩国 可是这次 李强在这个中日韩的 这个所谓的会议里面 你看见没有 对于韩国人 极尽巴结之能事 宝杰 应该这样讲 中日韩这一次 他们有这个 三国的这个高峰会嘛 高峰会里面来说 过去都会说什么 三国要合作 什么尖端的这个科技啊 这一次在联合宣言里面 没有尖端科技这几个字 没有尖端科技 为什么 因为有日本 日本可能都是说 美国在后面 他不要跟你们什么 没有尖端科技这件事 好那显然中国 也知道日本的态度嘛 所以这次你看 这次李强的态度 他是什么 他在拉拢韩国 为什么你看 他就说什么 三星对华合作 是两国的这个互惠 合作发展的这个生动缩影 希望两国企业在尖端知道 他把尖端拿出来了 那数位经济 人工智慧 绿色发展 还有生物医疗等等 你又要互相发掘合作的潜力 提升中韩经济贸易的合作品质 他之前怎么对待三星的 怎么打压三星的 把三星本来在中国是第一品牌 打到排前十都排不进去 他还去三星投资的新罗酒店 去看了李在荣 这个完全就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看到一个机会 因为三星这次也是AI的边缘的 他想说我去拉你来说 会不会我们可以互相的合作 但是我跟他讲 这个两个人这样组合起来的话 搞不好也没办法碰出什么火花